哎呀我的小彤彤终于找到了 前几天给他喂牙的时候忘记关门 今天刚好被我碰见他在偷吃大麦虫肝 把他捉拿归岸 顺便来喂一点乳酸菌 这么多天了调理一下肠胃 然后再给他换一个大一点的笼子 这次用的是60基础笼 所以里面的沙子我也要放很多很多 这种沙很细绵 而且还没有粉成 给他倒多一点 小彤彤会分泌油脂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火山灰进去 这次真的是一点点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上次倒了一整包 整个通通都是黑的 这样就可以给他轻微吸一下油脂 这个就当浴室用了 加入浴砂 哎呀真尴尬 我也是盖盖子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手 怎么那么像非洲黑人呢 看来我的技术还不到家呀 把我的指甲盖剪回来 绵一绵先用着 不然等我弄好指甲 那我的通就没加住了 完美完美完美 好继续继续把盒子盖上放角落 然后再安排一个精英跑轮 夏天的陶瓷哇好快 水果果是用力士放到角落里 最后是一盘粮神 估计明天盘子里面全都是沙子 然后放上我胖嘟嘟的通通 再盖上盖子 这个龙子就好了 他的新家就完成了 拜拜 拜拜